首先先来看欧洲的经济 你或许已经听腻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腻 因为你必须活在其中 首先是德国央行下调了 今年跟明年 德国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有时全欧洲最好的经济体 德国都尚且如此 而法国它五月份公布的预算赤字 再度的又扩大 比四月份来得更严重 另外五月份的法国汽车销售 是大幅的下滑 不只是下滑一点点 是大幅的下滑 而在以出口和投资为驱动力的德国 四月份的工厂订单 也比三月份下滑了2.3% 那么欧洲央行的官员 本来希望能够靠出口 可是你出口到哪里去 你出口到什么地方去 你出口的主要地点 像德国主要地点就是欧洲 欧洲本身并不好 所以本来很多人希望 这个礼拜欧洲央行召开利率会议 是不是会有重大的政策宣布 但是又欧洲央行的行长 德拉吉最后宣布的结果 是欧洲既有的 所有的利率政策通通都不动 外界本来以为说 欧洲会采取负利率 最终呢 它维持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 欧洲央行打消市场 对它再宽松的期待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它非常谨慎 因为他认为 现在欧洲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除了它的经济衰退 失业率非常高之外 还有一个 它的银行监管机制 还没有建立起来 欧洲的非常多家银行 其实还相当的脆弱 如果你实施负利率的结果 可能会有相当多的存款户 把钱从银行提领出来 所以德拉吉在对于记者问他说 对于实行存款负利率的选项 他的态度他说 存款负利率可能会导致一些 不被预期的后果 而使欧洲的经济产生更大的混乱 那么欧洲央行呢 自己也将2013年 欧元区的GDP下缩到负0.6% 简单而言 我们要离开所谓这一波的经济大衰退 于是向台湾非常依赖出口的经济体 而我们和中国大陆和欧洲紧紧相连的生产链 很可能我们必须还有漫漫长冬要度过 法国原本最称浪漫的国度 最近它的新闻多是冷酷含辛的现实 就连红酒也温暖不了人心 怕是品尝起来味蕾也感觉酸酸的 作为总统府超过150年的爱丽谢公 破天荒拍卖它收藏的葡萄美酒 鉴于1947年的酒窖 收藏12000瓶法国美酒 这次拍卖十分之一 以伯根地和波尔多为主的葡萄酒 价格从15欧元到2200欧元不等 可以看作是落实欧洲准节政策的象征 预计派得25万欧元 一方面促进酒类的流通 多余的钱则可以充实国库 法国红酒收藏家对国家遗产 沦为拍卖品感到遗憾 买家则认为这是很不错的收藏机会 我现在在这边是为一个中国朋友拍卖酒 他是做稍微做一点法国红酒的进口 然后现在主要是为了买几瓶 比较气派有那个就是爱丽谢公 那个商标的几瓶好酒 一夜落之秋吧 官方统计资料指出 法国的失业率从2012年第四季的10.5% 继续走洋 今年第一季失业率上升到10.8% 是自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法国经济毫无疑问地陷入衰退 总统欧兰德誓言要振兴就业与成长 空言换来的是日渐下滑的支持率 另一方面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 虽然今年第一季欧元区实际GDP较前一季收缩0.2% 但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指数有所回升 预计今年下半年到2014年 欧元区经济将受益于全球市场需求增强 区域内货币政策及较低通货膨胀的支撑而复苏 欧洲央行决定不调降利率维持0.5% 但他重申欧元区各国政府继续推动财政重整 和结构改革的重要性 意外的是西班牙劳工部发布数据 5月登记失业民众的数目降到489万 比4月减少近10万人相当于1.97% 马德利勤领失业给付的排队人龙对这个数字毫无感觉 对数字无感是对的 因为排出5月假期的临时饭店、餐厅和农业故宫的季节波动后 劳动市场几乎闻风不动 失业人数只比4月减少265人 5月总计有489万人失业 有好消息吗? 似乎有 欧元区制造业指数创15个月高点 新订单指数也是自2011年6月以来最高 尽管通货膨胀率略为升高 不过依然连续四个月 对于欧洲央行设立的2%的目标 欧洲复苏之路依然漫长而艰辛 优优独播剧场——